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 今天让我们来一边聊科技一边做游戏 等等,这样A加B的主题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是因为如果是C3的主题,我会说做游戏 但是今天还结合了QFGPT的串接 所以我把这部影片也当成聊科技 哦,还有,我忘记要说开头的问候语了 哈啰,你好,大家好,我是综艺,时钟中,飘艺的影 QFGPT这一个AI聊天系统 我想应该不用再多做介绍了吧 想必各位应该都已经玩过了 我在前面也制作过两支影片 一支是QFGPT是否会取代陈设计师 另外一支则是关于跟QFGPT玩游戏 那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下楼左转再右转去看看这两支影片哦 说实在的QFGPT一定程度上已经在改变这个世界了 除了孤单寂寞的人们可以跟一个AI伙伴聊聊天 他在陈设计、资讯检索的能力 很多方面称之为私人助理也不为过 当然对于YouTuber来说 QFGPT的主题也协助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影片 不过秉持着别人做烂我不做的原则 我不会去做那一种测试他的极限剪辑他搞笑犯错的影片 毕竟啊,我是个资讯工程师 我知道他的价值 甚至对于这样的系统有一定程度的尊敬 所以基于个人资讯工程师的知识背景 加上这个频道主要是在分享C3这套游戏设计软体 我打算结合上述两项技术来简单展示一下 如何透过Contra 3开发一个QFGPT 也就是OpenAI的回应聊天机器人 好啦,那么废话不要说太多 就让我们开始吧 QFGPT这套线上服务 就是一款对话式的AI互动服务 如果你想要建立跟C3GPT一样的游戏或者是服务 其实你需要做四件事情 分别是 连接至OpenAI的网站申请一个账号 第二个 建立一把服务的钥匙 也就是API Key 第三个 透过HTTPs触发这个API 第四步 取得回应 Passing内容后呈现到画面上 所以第一步 让我们先连线到OpenAI的官方网站 你可以在Google上面搜寻OpenAI Key 的网页之后 这边注册一个账号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透过Google账号去连接 接着第二步 到了API Keys的页面后 点选下方的 加号 Create New Secret Key 选择填入名称后 按下建立 接着它就会显示这把钥匙的名文 此时请一定要复制这把名文的钥匙 因为在这之后的版面中 你就无法再次存取 而它的系统呢 在认证阶段 会看这把Key 换句话说 它就代表了你在 OpenAI平台上的唯一身份 一般来说 是不能漏给其他任何人的 特别是 如果你的OpenAI账号 已经绑定了支付方案 如果你不小心漏出 就有可能无限制的被使用 进而扣除你已经支付的额度 第三步 透过HTTPs发送需求至OpenAI 这个需求是以Json的形式呈现 具体的API介绍 你可以在Google上面搜寻 OpenAI API Models 你就可以临着到这一个Models的页面 在下方可以看到 Model Endpoint的章节 我们想借接较新的GPT模型 也就是GPT 3.5 Turbo 这边插播一下 因为最新的GPT4模型还无法存取 所以我先以3.5为范例 由此可知 你需要把需求发送到 httpsapi.openai.com v1.chat.com 以JavaScript来说 就是透过Adress的方式传送这个需求 模型需要指定为 GPT 3.5 Turbo 认证需要设定为刚刚取得的API Key 并且编写正确的讯息 正列Messages 其中包含 角色 加上内容 第四步 如果送过去的请求正确 OpenAI就会回应你 需要Parser的Json内容 简单的处理后 就可以呈现到画面上 至于这个程式码嘛 我是以JSB包含JSB的方式呈现 这边呢 我就不会太过于深入讨论 反正有兴趣的伙伴们 可以在下方说明栏中 下载游戏专案 在那之中 File的资料夹 会包含一个叫 index.jsb.txt 如何透过JSB 来呼叫这个API的可运作流程 话说回来 如果你想要用其他的程式语言 当然也是可以的 好比说Java Application版本 Python C Sharp 甚至C++ 大家来实作这个呼叫OpenAI的流程 反正就是 只要你懂得怎么准备资料 怎么发送HTTP 怎么处理JSB内容 基本上都可以达成 但是这里让我先多嘴个两句 第一点 JavaScript可能会泄露API Key 由于呢 正常的JavaScript程式码 是下载到 终端用户的浏览器中 然后运行的 那不就会被终端用户取得了吗 没错 确实是如此 这里就导致API Key 几乎是以全裸的方式 在网络上递送 这样看来 JavaScript不就 不可以拿来开发OpenAI的专案了吗 当然也不是啦 其实呢 一般的OpenAI 透过JavaScript 会使用Node.js 这种Server端的JavaScript架构 来开发 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你是可以避免你的API Key 泄露在网络上的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JSP PHP ASP 这种Server端动态网页的架构 来开发OpenAI专案 第二点 Free的OpenAI 回应速度会不够快 事实上呢 大约它是在1分钟内只能处理3到5笔的需求 当你如果在短时间内输入太多的请求 你就会收到系统的错误讯息 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然就是付钱啦 以它官方网站上面来说 每1000个Token要0.002美元 根据一些我查到的定义 就是每Token 约为0.75个英文字 那换成中文字呢 我猜是每个Token 0.25字 反正我就是大概猜是 每100万个英文字要2美元 每25万个中文字需要2美元 就是每4166个中文字 就需要1块钱新台币 其实并不便宜对吧 好了如果说前面我说的有问题 还请各路大神给予指证哦 第三点 OpenAI并不会记得你说过的话 如果说你发送了那种两句话有所关联的问题 你会发现直接透过这个API TrapGPT 并不会记得之前你所说过的话 好比说你要求翻译一段话变成英文 然后下一段话你又要求它翻译成日文 它的显示就会出问题 但是这跟我们在TrapGPT的UI网站上面 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其实呢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持续的记录这来回的对话内容 然后再把过去的对话历程 包含在请求的Jason之中 这样CrapGPT才会回答你先前他应该要知道的事情 以Grascript的始作方式来说 比较简单的就是让阵列持续的长大 然后再依据需求删除超过大小的阵列内容 以免超出送出需求本文的大小限制 当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CrapGPT就会变得记住曾经发送过的问答内容 嗯 这样才是我们习惯的操作情境 在我们建立一个C3专案之后 我们要如法炮制去发送HTTP需求 到OpenAI的API存取点URL上 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透过C3 所提供的AGS功能达成 不过呢既然我已经透过Grascript 实作的单一件事情 那我何不直接透过C3的Square功能 尝试执行稍稍修改过的Grascript程式码呢? 好 这边所说的稍稍修改过的Grascript程式码 具体来说呢就是要移除HTTP上面物件的存取 然后改变成C3能够存取的变数 那在C3跟Grascript的桥接点就是透过 这样呢才可以被C3的Eventship 脚板程式码所使用 我简单的设计了Send function 配合C3的按钮 它会触发A选来呼叫Grascript韩式 那这样呢就可以像是在JSP 也就是HTTP上面去执行Grascript 有一样的效果 这里呢有两件事情让我很满意 第一点是Grascript内部的变数 它会被持续的保留下来 就有点像是在处理全区变数一样 我不用特别再去把这些变数存入C3 然后再倒回Grascript之中 第二点呢则是Edges Json Parser 这些Grascript原生韩式可以使用的韩式库 它在C3的Script执行中也是能够运作的 这件事情呢大大的加深了我对C3呼叫Grascript的满意度 好 有机会呢 后面我再制作一集有关C3使用Grascript的内容 有兴趣的伙伴啊 可以用力的敲碗 这样我会提高制作的优先序哦 另外 我还设计了GMFruit Text的韩式 那它的回传呢 是以HTML的格式 然后存入到C3的HTMLELEMENT中 这样我就可以简单的显示 我跟TrapGPT的对话历程 这边我知道我并没有去做那种复杂的 正列动态搬动程式嘛 也就是当对话超过100笔的时候 应该要删除第一第二笔的资讯 另外 我也没有针对HTMLELEMENT设计ScrollBar 可以去上下调整观看历程 所以我在Jrascript中设计了一个 CareerMessages的Function 将整个对话历程清除 进而让后面的版面回归到干净的状态 OK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聪明 那我必须诚实的说 在我制作这部影片 我只是想要快速的借接TrapGPT 也就是OpenAI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需求 就请各位伙伴们 当成回家作业 自行修正改进吧 好啦 跟前面提到的一样 太过于细节的部分 我也就不会在这支影片详细说明 还请各位有兴趣的伙伴 自行研究咯 那么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游戏 C3版本的TrapGPT聊天机器人 它的执行画面吧 好啦还不错还蛮好用的啦 OK 在这支影片中我们快速的review过了 第一个 申请OpenAPI 也就是TrapGPT的账号 以及建立API key的流程 透过Jarscript 发送聊天讯息给OpenAI 然后Passing它回应的 Json格式内容 并且呈现到HTML的网页上 最后我们透过C3 以Script的方式 来执行OpenAI API接取的方式 希望这些内容对你会有所帮助 那本次的内容制作 比较花时间 还请各位不令 按赞订阅加分享 当然啦 如果你情不自禁想要多按几次赞 记得要按下的次数是G数 好比说13579 不然如果说你按的是偶数的赞 可是会回收 对我重要的鼓励按赞数哦 好啦 我是钟毅 时钟的中文飘逸的毅 那就让我们下次 再见 G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